第一屆台北米芝蓮刚刚公布 就有不少人不满意猩猩名单里面 只得两间台湾菜餐厅可以位列一声 今次我们就请来台北美食家Liz 和我们推介一下台菜里面的流氓之声 现在我们就跟着师傅走进厨房 看看菜菜是怎么做的吧 好 走啊 董师傅先为我们做一道经典的台菜菜式 鸡仔猪肚鱼它其实也是传统阿瑟菜的一种菜色 阿瑟台语叫阿俠 它其实是在称台南的有钱人 阿瑟以前在家里艳科 他都会找总铺师或是他们的家厨来做菜 主要材料其实是只有土鸡猪肚和鱼 但是做工就非常繁复 先将鸡去骨 那师傅你当初练了多久才学会 应该四五次 大概四五次吧 四五次哦 哦 好厉害哦 然后再处理别 再来就是把内脏削掉 内脏哦 对 在哪里啊 等一下用刀 要把它削开 对 好厉害 处理好别鱼 就连猪肚拿去飞水 再将所有材料塞入鸡身 飞水定型 捞起之后将鸡放入煲 别鱼壳盖盖住鸡身 加中药材 米酒 绍酒 再加熬了八个钟的高汤 拿去蒸最少两个几钟 应该跟中国菜 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鲜别是从那边过来的 从广东福建那边过来的 所以你说有差吗 别差了 所有中药材都一样 它的汤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中 要清淡的 但是它又有很浓郁的药材的味道 以及它高汤原本的鲜味 然后再加上鸡肉跟猪肚 和别肉的三种的精华 所以这是一道很补的汤 只是看汤品 的确和粤菜有点相似 所以师傅立即做了另一道菜 以前可能都会有人说 台湾没有精致的大菜 那其实不是台湾 台菜里面还是有这种 强调手工的菜 例如这里通心慢 做法就非常广告 炸过再蒸 然后把骨头去掉 在中间再塞馅料 那董叔傅这边它是用香菇 笋丝跟精华火腿丝 炸装腿的烟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